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斯克称美国危险驾驶应及时刹车 高福首次披露 政府审查武汉实验室 人民币跌穿7.09 离岸价跌穿7.1 受贿1883余万 辽宁副省长郝春荣获薪12年 云南警方抓捕穆斯林 呼吁涉案者6月6日前自首 AI狂朝下中国跟美国拼了 三年推79种大型语言模型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北京据与美国防长会面 双方关系难回温 据星岛日报报道 中国拒绝美国提出中美防长 本周末在新加坡会面 华尔基日报引述专家表示 中国同意处理经济事务的中美官员打交道 而非国防官员是战略选择 这也令双方关系难以回温 华尔基日报报道 五角大楼29号表示 中国拒绝美国提出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 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本周末在新加坡举行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会面 显示两国之间试探性的回温势头有局限 报道引述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 中国这次拒绝会面异常直率 过去此类会晤都是最后一刻才敲定 如去年奥斯汀与时任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会面 也是最后一刻才敲定 但这次中国在之前一夜 便拒绝了美国于五月提出的两国防长会面的邀请 报道指出 过去数周美国为确保李尚福与奥斯汀会面做了很多事情 如奥斯汀写了一封信给李尚福 自中国侦察气球事件以来 美国一直寻求改善两国的军事关系 目前美中在整个亚太地区都有军事部署 而且两国在台湾议题上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 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25号表示 美国向中国提出的电话通话会面对话都遇到许多困难 无论是美国国防部长提出 还是其他美国国防高层提出 中国虽然拒绝两国防长会面或两国军方沟通 但在其他领域中美双方有交流 如此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在维也纳 与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会谈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也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会谈 是拜登主政期间两国首次在华盛顿举行内阁级别会晤 此前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也在北京会见了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 秦刚就台湾议题发出严厉的讯息 指责美方的言行破坏了美中关系来之不易的积极势头 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库博表示 中国决定与一些美国高级官员会晤 而不让奥斯汀和李尚福会面似乎是一种战略选择 库博称中国认为在处理经济事务官员打交道上 他们有最大的筹码 所以他们优先考虑进行这一方面的接触 而不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接触 有美国官员表示 中国拒绝会晤可能会引发东南亚盟友不安 担心自己被夹在中美两国之间 他们对在新加坡举行一次较低级别官员会晤的可能性 持开放态度 美国政府曾经表示 希望与中国政府开放沟通渠道 不过美国不愿意满足北京的要求 解除对李尚福的制裁 三头灰犀牛来势汹汹 中国经济气虚崩塌 据自由财经报道 南华早报评论家周新撰文警告 中国直线下降的出生率 有破裂之余的债务泡沫 以及逐渐失去世界工厂光环等三头灰犀牛正在加剧壮大 中国的经济成长岌岌可危 该问说 随着中国的出生率已跌入谷底 第一头灰犀牛变得比之前预期的更具威胁性 中国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的头衔已被印度取代 而继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956万人后 今年可能进一步降至800万人以下 国真如此 这将创下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国以来最低出生人口的记录 同时进一步证明中国正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一些中国学者认为 由于教育改善和广大的劳动力 中国将继续受惠于新人口红利 该文说 这是错误观点 因为快速的高龄化人口不是红利 事实上 人口结构的转变已经开始削弱中国的增长动能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该问题只会更加恶化 周新指出 第二头灰犀牛中国的债务 特别是政府债务 多年来备受关注 过去中国依赖快速的经济成长 解决其债务问题 但随着经济失去动能 中国政府不再有相关余裕 随着政府企业与家庭债务 占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300% 中国今后必须面对过度接待的后果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中国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或许将开始转换 在科技与金融等高薪工作掀起裁员潮之后 过去大幅举债购买房地产的家庭 如果所得减少将饱受悲债之苦 文章说 第三头灰犀牛是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先进经济体的脱钩 不管称为去风险或脱钩 经济整合与贸易优先于价值差异的时代已经不在 全球化最大受益国中国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中国的经济升级与技术追赶的步伐或许将慢下来 而随着跨国公司开始将中国边缘化或排除于供应链之外 中国将失去制造优势 团中央一帅阿东任第一书记贺军科调任科协 可靠消息向星岛网头条透露 共青团中央今天30号下午召开干部大会 宣布中共吉林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阿东接替贺军科 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贺军科已经担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 共青团全称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70年出生的阿东 成为继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之后 又一位70后正部级干部 阿东回族辽宁海城人 辽宁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习 人文地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 他长期在国家海洋局工作 曾任海域管理司副司长 东海分局副局长 中国海间东海总队副总队长 2016年8月 他空降海南 历任中共三沙市委副书记 三沙市长 三亚市长 2020年出任吉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2021年12月 任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调任中国科学党组书记的贺军科 现年54岁 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 长期在航天系统工作 曾任航天科工集团第六研究院院长 2005年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团中央工作长达18年 主政团中央也有5年 赖清德秒回最想跟习近平吃饭 中国外交部怼回 据自由时报报道 副总统民进党2024年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近日出席校园活动时 称自己最想共进晚餐的国家元首 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引发外界热议 对此中国外交部今天30号作出回应 赖清德近日受邀出席台大政治系 举办的2024校园总统马拉松座谈 并与学生进行快问快答挑战 29号透过官方IG释出的影片可以看到 当被问到最想跟哪位国家元首共进晚餐时 赖清德秒回习近平 让在场学生相当意外 赖清德表示 若有机会能与习近平参序 他会劝对方放松一点 不用压力那么大 人民的福祉最重要 和平对大家都有好处 赖清德的回答随起掀起热烈讨论 有外媒记者今天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询问发言人毛宁此事 毛宁愣了一下 接着重谈就调称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没有什么副总统 这也不是外交问题 我不做评论 民进党当局如果真的关心台海和平稳定 关键在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秦刚会见马斯克 称美国危险驾驶应及时刹车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外长秦刚30号在北京会见 泰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传可能马斯克会拜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并参观泰斯拉的上海工厂 这是他三年来首次访问中国 秦刚表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 一个健康稳定建设性的中美关系 既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 拿泰斯拉汽车来比喻 发展好中美关系需要把准方向盘 沿着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方向前进 及时踩刹车 避免危险驾驶 善于踩油门 推进互利合作 马斯克表示 美中利益交融 如同联体婴儿彼此密不可分 泰斯拉公司反对脱钩锻炼 愿继续拓展在华业务 共享中国发展机遇 路透社引述目击者报道 美国电动大车厂泰斯拉执行长 马斯克使用的一架私人飞机 已经抵达北京 目击者表示 今天在首都国际机场 见到一架机身上 与马斯克私人飞机 有相同注册编号的飞机 消息人士先前透露 马斯克预计将与数名 中国高阶官员会面 并参观泰斯拉在上海的工厂 这是马斯克三年以来 首次访问中国 中国外交部曾在一份声明中说 政府欢迎马斯克和其他商业领袖 来促进互利合作 3月份 路透社曾报道说 马斯克正在准备一次中国执行 并希望与中国总理李强会面 中国是泰斯拉在全球第二大市场 仅次于美国 而上海厂则是 泰斯拉在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 路透社报道说 马斯克此行正值泰斯拉 面临来自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的竞争加剧 以及围绕着马斯克在2020年初访问的 上海工业园区的扩建计划的 不确定性之际 泰斯拉将在上海工厂的年产量提高45万辆的计划 进展受到观察家们的密切关注 4月 泰斯拉宣布正在附近建设另外一家工厂 以生产功能强大的Magpack电池 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 中国当局是否会授权分销泰斯拉的高级驾驶辅助功能 这些功能作为完全自动驾驶软件的一部分 在其他市场上销售 每辆车售价15000美元 高福坦诚无法排除武汉实验室泄露病毒 据自由时报报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主任高福 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专访时 坦诚无法排除新冠病毒 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 据BBC报道 新冠的来源至今尚未确定 中国政府驳斥了病毒 从国内实验室泄露的所有说法 不过高福认为 科学就是不要去排除任何可能性 并且透露当局曾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调查 高福表示 中国针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组织了一些行动 这和他当时所率领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无关 BBC询问 这是否涉及另一个政府部门 对武汉病毒研究所展开搜查 高福则回答是的 并指出相关领域的专家已对该研究所完成复查 高福说 虽然他没有看到检查报告 但他听说武汉病毒研究所被认为没有问题 并未存在任何不当行为 高福的这些言论 无疑是中国防疫高层首次证实武汉病毒研究所曾遭受官方调查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人民币跌穿7.09 离岸价穿7.1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下调243点至7.0818 在按价今天收市爆7.0901 较上个交易日跌114点 离岸价失守7.1关口 市场预期 美联储加息周期尚未告终 加上数据显示 美国经济仍强劲 基本面继续支撑美元 令中国经济复苏放缓 监管部门近期对人民币调整 被认为保持较宽容态度 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最新观点指 最近人民币走软主要是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以及中国经济活动动能减弱所致 尽管前者不太可能完全消退 但中国经济复苏仍将持续 进而带动人民币在下半年走升 预计美元对人民币的下行趋势保持不变 年底获见6.7和6.6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指 应客观理性看待跨境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波动 接下来需着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基础 继续推动更高水平金融市场双向开放 完善本外币一体化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 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受贿1883余万辽宁副省长郝春荣获刑12年 综合媒体报道 5月30号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辽宁省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 副省长郝春荣受贿一案 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郝春荣有期徒刑12年 并处罚人民币200万元 对查扣在案的郝春荣受贿所得 及其资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 1999年至2021年 郝春荣利用担任中共辽宁市太子河区 区委副书记 太子河区人民政府区长 中共辽宁市委常委 辽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中共朝阳市委副书记 辽宁省旅游局局长 中共盘锦市市委副书记 盘锦市人民政府市长 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 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土地供给 工程承揽 行政审批 职务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财物 共计价值人民币1883万余元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郝春荣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受贿数额特别巨大 鉴于郝春荣盗案后如实供述罪行 主动交代办机关尚未掌握的 大部分犯罪事实 认罪毁罪积极退赃 受贿所得及资息已全部退缴 查扣盗案 具有法定着定从轻处罚情节 对其依法可从轻处罚 法院随左出上述判决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云南警方抓捕穆斯林多人 呼吁涉案者6月6号前自首 5月30号星期二 法新社北京的消息称 多名证人向法新社确认 称云南通海县 纳谷回族自治乡纳嘉营 一座清真寺的部分拆除计划 引发冲突之后 数百名警察被部署到相关地点 多人被捕 纳谷有着数量众多的回族居民 当地移民要求保持匿名的男性居民 对法新社表示 纳谷近期正在加速推进一项计划 根据该计划 纳嘉营清真寺的四个尖塔和穷顶应予以拆除 法新社引述在社交网络上流传的视频 以及一名男性证人的叙述 称刚刚过去的周六5月27号 该清真寺门前聚集了一些民众 他们朝着警察投掷物品 而对面数十名警察配备着棍棒和警盾 将这些民众往后推 另一名要求 匿名的当地女性居民也对法新社表示 他们想要拆除清真寺 所以人们过去阻止他们 这座清真寺对我们穆斯林来说 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不会就这样眼睁睁着看着他们拆除 根据两名居民的消息 冲突爆发之后 警察已经开始大范围逮捕 到了本周一 镇里仍然部署着数百名维持秩序者 清真寺附近的居民自上周六 就出现了网络中断的问题 法新社表示 根据通海线官方5月28号周日发布的一份通告 公安机关已对这起严重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案件 依法立案侦查 该案件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同时敦促涉案者在6月6号之前自首 争取从轻发落 拒不投案自首的将会从严惩处 本周二 法新社与通海线一名负责宣传事务的负责人取得了联系 这名负责人对法新社否认当地曾经断网 但对法新社提出的其他问题未予以回应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AI狂潮下 中国跟美国拼了 三年推79种大型语言模型 据路透社报道 根据一份来自中国国营研究机构的报告称 过去三年中 中国组织该国推出了79种AI大型语言模型 加速开发人工智慧算法 到今年目前为止 中国以19个大型语言模型领先于美国的18个 根据中国科技部下属研究所撰写的报告 法学硕士的发展在2020年进入了加速阶段 该阶段使用深度学习技术 对海量文本数据进行训练 周日发布的报告称 2020年中国组织发布了两个大型语言模型 而美国为11个 但到2021年 每个国家地区总共发布了30个大型语言模型 根据报告中汇编的数据 美国组织在第二年总共发布了37个大型语言模型 而中国为28个 其合作者包括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